他是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担惊截律 他是毛主席临终前最信得过的革命儒教 军事才能 号称与诸葛亮并列 影响力非同一般 可就是这样一个长期担任我军参谋长的英雄人物 虽然基本没有统兵打过仗 却仍应决策能力出众 而被毛主席胜散为一人胜过十万雄兵 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砥柱人物 叶剑英 想知道叶剑英的决策能力究竟有多强吗 点个三连 咱们这就开讲 1897年4月28日 叶剑英出生在广州梅县的一个小村庄里 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 接受了兴世教育的叶剑英 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在刘洋后归国 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跟随孙中山先生走南闯北的叶剑英 在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以此机缘巧合下 叶剑英奉命创建黄埔军校 并成为军校创办后的第一任教授部主任 凭借自己的实力 赢得了众多学员的敬佩与尊敬 也正是在黄埔军校的这段时间里 叶剑英与中国共产党结缘 并在不久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 汪精卫悍然叛变革命 不仅公开与蒋介石为敌 甚至还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 1700多名师生 当作了自己的党签牌 胜度之下 蒋介石愤怒下令 要求部下唐生智补习一切代价 将汪精卫追拿回案 叶剑英明白 一旦唐生智与汪精卫正面发生冲突 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 1700多名师生将彻底沦回炮灰 为了这1700多名师生的安全 叶剑英挺身而出 开始着手策划有关营救事宜 在调查中 叶剑英发现 唐生智与张发奎速来复合 情急之下 叶剑英马上找到张发奎 谎称 唐生智的这一系列行动 目的就是为了要将张发奎一网打尽 紧接着 叶剑英建议张发奎 尽快将这1700多名军小师生 首归己用 以壮大自身的实力 一番考虑过后 张发奎最终同意了叶剑英的提议 而那1700多名师生 也得以化险为夷 被编入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凭借着自己的出色头脑 叶剑英神不知鬼不觉的化解了一场血腥屠杀 而被他救下的1700多名武汉师生 更是成为了日后广州起义的骨干力量 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叶剑英从中周旋 中国共产党将会损失多少优秀力量 而随着革命事业的不断推进 叶剑英的军事才能也更为精进 在日后的各项决策中 共请了不少精妙绝伦的出色计谋 1935年6月 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茂公地区成功会师 按照计划在四川顺利会师之后 红军应该继续北上 创建川闪干革命根据地 不料正当一切稳步向前推进时 张国道出面反对北上计划 并给敌军总指挥部政委程超号去电 要求其南下继续开展党内斗争 不过幸运的是 在接到张国道密电时 陈昌浩恰好在场外发表讲话 密电被直接送到了叶剑英处 凭借着过人的政治嗅觉 叶剑英很快发现了张国道的异常 当即他便冒生命危险 将密电内容转达给了毛泽东 直到毛泽东将消息传出后 叶剑英才将密电原封不动地还给陈昌浩 并且没有引起后者的注意 而另一边 凭借着叶剑英送出的绝密情报 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了紧急会议 为确保党内力量得以留存 中共中央决定马上率领红一 三方面军向北突围 成功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紧接着叶剑英又在成城好处来回周旋 最终以打凉准备南下的名义 将军委纵队带出 并在不久后与红军顺利会合 如果不是叶剑英的这次临危决策 中共红军的势力很有可能在奸人阴谋下彻底把解 不费一兵一卒 就将整个部队带离险境 可以说叶剑英的存在 胜过十万雄兵的阵前列队 事后就连毛泽东也对叶剑英的出色决策称赞不已 直言其拯救了整个部队 是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人才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